最新气象资料显示 南马都台风中心在今天早上的4点20分左右 由台东线大午附近登陆了 它的强度是略为减弱一点 继续的往北北溪移动 暴风圈是已经笼罩在台中以南 还有花莲以南地区 各地的风雨现在持续增强当中 而中央气象局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一起来了解 南马都它在今天清晨4点20分左右 在大午南方这附近已经登陆台湾陆地 它的强度也因此略为减弱 它目前已经减弱到中度台风的下限 所以它未来一旦再继续减弱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轻度台风 但是由于这个台风 它目前正在很明显的影响台湾地区 所以我们特别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虽然台风强度减弱 但是它的风雨还是会非常的大 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最新的雷达回波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它的中心就在台东跟屏东的交界附近 所以整个云雨带还是持续的影响台湾的东半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地区 这些地方目前风雨还是都是非常的大的 今天全台湾各地都还是受到台风的影响 要特别严加戒备 尤其是在恒春半岛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今天凌晨零时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非常普遍超过豪雨这样子的等级的雨量出现 尤其是在我们的墾丁策站 从今天凌晨零时到目前为止大概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已 就已经累积了超过两百毫米以上的雨量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雨量 我们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严防这样子大雨势带来的影响 而从我们的雨量实际预测来看 今天的预测部分 我们在雨量的预测部分 未来二十四小时雨量会最明显的区域 还是以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为主 未来台风预估它会在台湾陆地上 以大概每小时八公里到九公里左右这样的速度 朝北北溪移动 所以它有机会穿过台湾以后进入巴士海峡 但是由于它的移动速度预估还是没有太快 所以整个影响还会持续 不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